政府完成在佐敦受限區域的強制檢測 經近48小時遺風後 在今天凌晨3時半後完全解封 政府當局原本預計 可以在午夜之前解封受限區域 午夜後有警員陸續移除街道的橙色封鎖帶和雪糕桶 工作人員也拆走了帳篷 並陸續離開 食環署就排員清洗各條街道 到大概凌晨3時半 警員將鐵馬搬走 幼兒來拉閘 車輛恢復通行 當局指在相關宣告生效期間 約7000名居民接受檢測 其中發現13個確診個案 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 已被送往隔離中心或醫院治理 在工作人員逐家逐戶跟進後 發現約有110人 在星期六晚上限期前沒有檢測 並立即安排檢測 政府亦會追蹤約473戶 無人應援的單位住戶 在今次行動中 政府同源16個部門超過3000名人員 包括1600名紀律部隊人員